听到近期选择马来西亚国际学校的各种优势 我将会为大家介绍几个马来西亚国际体系 那马来西亚呢是有三大主流的体系 IV、AP和A-Level 相信网上各大平台都分享了不少 也见过一些博主说的这些教育体系的对比 大致上呢都挺贴切的 只有一点呢是小编想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很多人都说IV最难、AP其次啊 A-Level相对容易一些 但这些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那孩子呢我们知道就像一张白纸 白纸上画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选择教育体制一般和家庭背景有关 家庭的教育有关 说白了就是跟学前教育有关 所以A-Level的教育体系呢 是最适合普通东方孩子 一中米养万种人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孩子的天赋呢是无限大 适应能力呢更是强大的 只要有根据他们的个性 做出选择适当的调整 做好学校匹配 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 基本上都不会被难倒 那如果孩子的年龄比较年幼呢 比如小学 这种体系呢基本上是分不出哪一个 会更难一些 因为国际教育一般在幼儿阶段 更加倾向于性格方面的发展 和孩子的学习兴趣的培养 后期呢才是知识的灌输 这样呢能利于孩子在学习的热情 也能培养出孩子对知识有效的运用 我也见过呢有一些原本学习不太好的孩子 上了IB课程后意外的变得更加积极了 这也和IB教学的课程的模式和内容有关 有效的激发了这些孩子原有的潜能 与其说难 还不如说孩子适应不来 好了我们来说正点 刚好我们提到了IB 那就先来聊IB吧 课程呢被很多人称之美式课程 其实不然 IB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 而是综合了各个国家的教育优势 而形成了IB课程 这也是国际化课程 本来的IB只是给大使馆里的孩子的一种教育体系 原因是这些大使常年被派驻在不同的国家 而每一个国家的标准都不一样 为了孩子可以更容易的适应 IB后来因缘而生了 IB课程提倡了全方位发展 强调实践学习 鼓励孩子自发性的研究知识 以试剧观基本进行教育 同时也鼓励创造力和个人的兴趣发展 那IB课程有没有年终考试是没有分数的 只有孩子的成长进行评价和评估 应材实教才能有效的教育孩子 IB唯一的考试就是高考 就是写论文 这非常考验孩子的语言能力 所以IB学校一般不轻易收高年级的学生 那你可否相信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都非常喜欢遭受IB的孩子呢 如果两个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孩子成绩都相同的话 大学必须二选一的话 校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IB课程的孩子 这是因为IB学校的孩子发展相对会更全面 ISKL和MKIX是马来西亚具有IB学校的代表性 下一个我们来到AP Advanced Placement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美式教育 AP的教育模式和IB非常相似 AP更重于知识和深度发展 AP是非常自由的 不强制孩子上课 允许自修也是这个原因 相比马来西亚的IB课程更受到当地和外国人的喜爱 AP的特别优势在哪里呢 就是可以在美国加拿大的大学积分入学 如果一个孩子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决定要上了哪一个科系 可以在高中选择修相关的科目 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越过写神了很多时间 马来西亚的AP学校也有ISKL OIS等等 接下来就是LL英式教育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了 也是比较适合亚洲孩子 考试也是以比试为主 和传统的学校呢 区别不大 但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学与教学的模式 虽然马来西亚的英语教育各种繁多 但教学模式各不相模 一个英式教育学校呢 提倡的是主动教学 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悠久的英式学校 提供了传统英式教育 这样呢会影响孩子以后的学习和发展 务必散失 马来西亚英式教育代表呢 就是GISNexus 马尔布等等 这些年来我接过很多关于家长发现了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就是家长往往把学校的成绩和升旋率作为选择学校的标准 那么小篇呢 我坚信孩子的选择必定是无限大的 他们能达到的成就也不是身为家长所能见的 苦苦要以众恩为使呢 何必限制孩子的发展呢 没有好的学校 只有给孩子最适合的教育方式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对马来西亚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非常乐意为大家解答 加在大马